放开那个片子 让我来吧 黑手党作为一种家族式的暴力社团 非常注重家人间的羁绊 如果你和黑手党的千金好上之后又玩失踪 那你即便躲到月球上 家族也一定会追杀你 千金宁愿守寡 也要亲手送你归西 复兴汉班德就捅了这样的大娄子 好在身藏不漏的龙虾哥出手搭救 一上史诗级的战斗就此展开 整天往太空送快递实在过于危险 这次白教授终于接了一单地球上的生意 简简单单送个包裹去黑手党家里 班德对这个流氓团伙的快递很感兴趣 决定用他的高科技透视眼一探究竟 原来就是个机器夹子而已 买家正是夹夹机器人 他的原装夹子因为长期榨果汁啊 秀迹斑驳 于是趁电商促销换了个新的 此时他正在黑手党家里参加老大女儿的婚礼 送快递的飞船很嚣张地从上空掠过 黑手党成员签收了夹子 班德却对这场名流派对起了歹意 婚礼前来了知名歌手黄大群登台现场 班德赶紧换上精神套装混进去 手表金脸大杯头 葡萄美酒对瓶锤 酒过三巡见美女 头上天线怒冲天 班德火速上前搭讪 新娘一脸问号 人家可是刚结婚还没想搞第二春 小伙智男而退换个简单点的目标 比如这个新娘的妈妈 可旁边黑手党老大的脸色不太好 班德只能另寻出路 这个走路叮叮当当的姑娘也蛮小亮 两人立马看对眼 跑去家里的马房叮叮当当 铃铛敲得正欢托 顾文物外脚步声 定睛一看是黑手党压着黄大群走过来 黄大群哀求老大再给他一次机会 下次一定不搞心说唱 可老大表示 现场那么多人被你唱的尬癌发作 我黑手党要花多少钱请他们看医生 他们本来是热爱打打杀杀的精神小伙 现在都不想活了你知道吗 老大吩咐夹甲甲机器人换上新夹子 给他来套马杀机 顺便摘个扁桃体 目睹了一切的班德 丁当姑娘表示他爸爸最恨博上别个大惊恋 冒充说唱的 没错他正是黑手党二千金 他说爸爸更恨的还有目击证人 还有和他女儿私混的人 还有那些想偷他肉丸的贼 回到家的班德坐立不安思考人生 电视播报着黄大群重伤的新闻 丽拉鼓励他出庭坐镇贯彻正义 可班德从不立人专门立己 他对天发誓绝不会做正义的炮灰 针对这次犯罪事件 警方将巡赏50块钱给提供有效线索的人 班德深情必茂地描述了犯罪现场后 射手就要50块钱 可前男政死难吃 警察兜里的硬币捂得紧 他说班德需要出庭坐镇才行 若不是钞票太诱人 谁拿青春赌明天 班德想想那50块钱 还是咬牙来法庭坐镇 好在这里有一套现金的证人保护设备 台下的叮当立刻认出班德 问他们的婚礼用什么蛋糕好呢 工作人员赶紧把哈哈镜翻个面 原来刚才是弄反了 好险好险 班德一无一时说出案发当天的暴行 陪损团宣布黑手党老大有罪 可关键时候黄大群突然入场 身边站着黑手党的马仔 黄大群表示他是直播唱歌时候 被键盘侠打伤的 并不是遭受黑手党的暴力 陪损团只能改判无罪 台上的班德彷徨得像个傻叉 拿起纸笔画个替罪羊 不知是否晚了点 回到公司的班德嚎啕大哭 警局悬赏的50块钱也泡汤了 警察表示他们已经启动了正人保护计划 班德需要换个身份换个星球躲起来 好让黑手党的报复晚点来 班德一一告别了小伙伴 从此天涯四路人 再见只怕阴阳相隔 警局的飞船带走了班德 教授表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机器人了 以后只能招一些勤快能干更好的 想想还有点笑激动呢 黑手党一伙看到星际快递招聘机器人 老大安排贾贾去应聘 搭入公司内部做胡来的朋友 这样班德以后只要联络他 就会马上暴露 有仇不报是在辱墨黑手党的威严 贾贾立刻去星际快递应聘 前面排队的竞争者着实不少 可一个转身的功夫 贾贾给了小黑一个不能拒绝的理由 我可能没有很优秀 但其他人看起来都很废 贾贾脱颖而出竞聘上岗 公司从此多了一个擅长夹和剪的能人 这让龙夏哥感受到了职场的残酷 自己的夹子以后难道就不香了吗 可胡来不在乎这些 他需要一个新欢来填补班德留下的空洞 公司终于有快递要送了 这是贾贾的第一次外出任务 飞船直奔月球阿去 客户买了一堆绳子 因为牢里的八头兽被判了绞刑 龙夏哥准备去帮他剪断绳索的时候 大家却指定贾贾来做这件事 直见新人笑 哪闻就爱哭 一心人准备收工 后来却在街道上看见班德 大喜过望 急声高呼 可班德却慌张地跑掉了 众人一路尾随 琢磨着班德是怕暴露身份 于是直接来到他的落脚处相见 可班德似乎对自己的新身份入戏太深 再次强调不认识大家 俺是月球土生土长的老农民 家有仙气 上有老 下有小 幸福甜蛋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送客了 班德开着媳妇送大家回城里 白教授不死心 非要查查班德的脑子 可这里除了一窝鸟之外 完全没有过去的记忆 看来他过去的身份被彻底删除了呢 最近不是从前的班德 大家失望地离开 却发现贾贾机器人不见了 原来他还留在月球等着班德 你骗得过别人 但骗不了我黑手党有在必偿 乖乖出去我给你个痛快的解脱 家家机器人把手伸向了班德 在这无趣的星球了结你枯燥的一生 算是黑手党对你最大的人词 眼看木一成中小命不保 身后却传了大义凛然的一声吼 放开那个机器人 让我来做你的对手 随着一声杀猪的嚎叫 龙下哥叫踏其心醉跃而去 钳子之他的武器 牟子里藏着剑意 红钱会武是新河大海般的激荡 大富翩翩却有洋化碳流的飘逸 这是正业的营救 也是宿命的决斗 督上一生的修为 不是想证明自己有多了不起 而是想告诉人家 失去的地位 他一定要亲手夺回来 金铁的甲子锁住要害 龙下哥却出奇地冷静 你的甲子可能很强 但你不懂得生命的韧性 憨战结束 胜负一分 一切本都刚刚好 直到叮当身穿黑色礼服 敲着上中而来 没有谁可以辜负黑手党的家人 如果感情里注定有背叛 那他随时准备为你守寡 老友离世分外悲痛 全体员工春头吃饭 谁知店里的小阿不是别人 正是班德 原来月球上死掉的那位 真的是个无辜的同款机器人 这下黑手党也以为他死掉了 班德终于能正常生活 说时时那时快 一份披萨送过来 班德拿起刀准备切割 龙下哥拍案而起 切割这是谁敢抢我的饭碗 谁就和假假机器人一样踩 当班德被飞船带走的那一刻 大家只会觉得班德要被取代了 可万万没想到 真正遭遇危机的还有龙下哥 他那么引以为傲的优点 却被轻易的取代 生活总是充满意外 有时候打败你的不是对手 而是路人 外卖软件崛起的时候 方便便可能没想到 自己的销量会大受冲击 移动支付流行之初 大家比较担心的是银行的生意 可后来先转行的是小偷 三体里那句霸气的话 正在成为常态 我消灭你与你无关 这某种意义上也呼应了 月球上那个安心耕舔的 无辜机器人 他只能想到自己会成为 远在异国他乡的 黑手党千金枪下的亡魂 无辜的人值得同情 可是没有极少 真正在乎远在天边的无辜 他们最后甚至连声叹息都没有 转阿卫身边的确信欢呼 如果喜欢我的节目 记得点击下方订阅 我会努力更新的